一日为奴师代为奴 海葵与拳机械共生 不仅长不大吃不饱 还要面临被撕裂的风险 海葵为何不逃离呢 难道海葵离开拳机械就不能独自存活了吗 拳机械看起来很不起眼 只有指甲带大小 引起大家关注的不是迷你身材 而是蟹钱上的海葵 看起来很像拳机运动员手上戴着的手套 因此被叫做拳机械 当海葵随着海拨摆动时 又很像拉拉队员的球花 所以还称为绒球蟹 拳机械这小身板就注定他自身的能力没多大 他的蟹钱力量很小 基本上加不住任何东西 连小鱼小虾也对付不了 只能欺负海葵 对海葵倒是一扎一个准 海葵就是他面对危险时的利刃 作为一把有毒的匕首 能分泌毒液保护拳机械 海葵还能帮拳机械收集地上的食物碎血 确保他吃好吃饱 海葵甘愿这么付出 也是有原因的 其实海葵是能自由行动 也有独自捕食的能力 但是移动速度太慢 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当他寄居在拳机械的蟹钱子上之后 就能跟随着拳机械走南闯北 吃饱吃好 外人总认为他们是互利共赢的关系 世上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海葵做梦都没想到 当他把自己自由行动的权利交到别人手上时 是一切不幸的开始 知道彻底失去自由的海葵到底有多惨吗 吃不饱长不大是基本待遇 甚至有时候还要遭受身体被撕裂切割的痛苦 拳机械小到什么程度呢 体型最长的也只有2.5厘米 还有不足1厘米的小螃蟹 但是一点也不影响它们奴役海葵 大拳机械带大海葵手套 小拳机械带小海葵手套 这时大家就不禁好奇全 机械是怎么做到让海葵配合自己的个头的呢 动物学家曾经对这个问题也很好奇 就做了个实验 收集了40只全机械带到实验室饲养研究 研究人员首先进行的是对海葵赫和全机械独自饲养研究 把海葵从全机械的魔抓中解救出来 单独喂养它们 然后同为全机械做手套的海葵进行对比研究 海葵终于能吃动饱饭了 独自喂养的海葵每天能吃掉差不多4条卤虫 而生活在蟹前上的海葵 每天能吃到的卤虫还不到自由海葵的一半 在看到食物后 全机械会控制蟹前 在它没吃好之前蟹前绝对触碰不到食物 也就意味着海葵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食物被全机械吃完 若是幸运的话 还能吃到点残羹剩饭 经过差不多一个季度的观察 作为奴隶的海葵吃到的食物 还不到自由海葵的八分之一 而且自由海葵由于营养足够 身体也长大不少 这么长时间的人工喂养下来 体长差不多是原来的二倍 为何海葵被这么不公平的对待 还不离开呢 还要配合全机械的大小呢 从实验中得知 海葵长不大的原因是全机械抢走了食物 营养短缺海葵自然就长不大 从而方便全机械操控 并且海葵一旦进入全机械这条贼船 就世世代代下不了船了 而且就算全机械自己个头长大 换了个新的更大的外壳时 就会残忍地把海葵从原来的旧壳上生硬地撕扯下来 再安装到新壳上 就算到死也不会还给海葵自由 既然海葵离开全机械能够独自美丽的生活 那么全机械在离开海葵之后 会过得怎么样呢 在实验室里 离开海葵的全机械 就算在吃喝不愁的环境下 仅仅只活了几个月就去世了 离开海葵的全机械就是个废物 连放到眼前的卤虫都架不住 只能通过前腿把食物送到嘴里 吃一顿饭老费尽 就这点能力 既没有捕食能力 又没能力保护自己 在竞争激烈的海洋里 全机械根本没有活路 还有一个疑惑 就算很小的全机械为了弄清楚情况 就把全机械的一只海葵手套去掉 结果意想不到的荧幕发生了 全机械会把另一个浅子上的海洋 从肚子中间一分为二 只需要等待一个小时 全机械的浅子又有两个海葵了 为了让海葵长到自己满意的体系 就会放开来让海葵吃 等到海葵长到一定程度 就继续每天过着忍记挨饿的生活 海葵具有无性繁殖的能力 只要得到海葵的一块肉 它就能长出新身体来 从而可知 海葵和全机械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互利共生的关系 而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 生活极其悲惨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从海葵和全机械的关系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欢迎留言讨论 记得点赞关注